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旺事件 海鲜应该是不少人都非常喜欢的海洋生物 因为它的外观看上去非常漂亮 不过很多人应该都没有吃过海鲜 只是欣赏海鲜的美丽 前段时间有人在网络上曝光了日本渔民处理海鲜的画面 很多人看过之后都表示自己再也没有食欲了 这辈子都不想吃海鲜 因为它切开海鲜的瞬间确实太恶心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从画面上来看 这位日本渔民在海上抓到了一只海鲜 现场就开始在船上处理起来 本以为用刀子就可以切开海鲜 没想到海鲜的身体有些硬 一把刀根本就没办法把它切开 所以又找来了一根铁锤 在切的时候可以同时锤一下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 海鲜终于被切开了 对半切开之后 渔民又将海鲜的每一个角分别切开 这一幕真的让很多人觉得有些恶心 意味从海鲜的脚里面流出了内脏和排泄物 看到这番场景之后 网友除了觉得恶心之外 还特别纳闷日本人生吃海鲜的时候如何下得去口 这也太重口味了 不过这位日本渔民的做法也真的很生闷 不管是切海鲜还是吃海鲜 都会让旁观者觉得浑身不自在 不过在国内很多人吃海鲜的方法都是油炸 只是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着想 最好还是不要吃太多 而且有些种类的海鲜是不能吃的 否则可能会引发中毒 危及生命 不知道大家看了这番场景之后 还有没有食欲呢 好了 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